嗨 我是海妈 我今天专程从青春山过到盆州 然后我来到我的同事恩琪的家里面 听听恩琪 她是如何在这里造就了一个365天 都有花在看 然后可以坐在这个堂椅上享受的这一个花园 这一面墙的话 我的祖景的话 就是我的一个爱心融合鹿角角 因为北洋台的话 其实光照不足行为 其实种鹿角角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然后的话它的那种线条很美 主要是好痒 没有什么病虫害 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落 就是我这边的这一面 有叶子有棺花的蝴蝶蓝的这个角落 蝴蝶蓝的话 其实它有比较好养护 而且又是开花的 北洋台能种的一些开花之后 就是比如说蓝雪花 蝴蝶蓝还有瑞香 同一个植物我会入手好几棵 这个地方阳光会比较充足 后面就种了那个彩玉 而且我养护植物的一个秘诀就在于 你要模仿它的原生环境 就比如说我这个月天二涌海域 然后我今年的话 去了新疆八天回来 它没有抖公子桌 是因为我的阳台的整个的 一个湿度比较大 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病虫害 也有很多话有问到 蚊子的问题 其实我感觉我在北阳台还好 我对土壤的一个湿度的控制 会比较好 我的习惯是把每一盆植物 钻到厕所去 宠医的给它们洗个澡 其实我们家的话 是有一个电动喷雾器的 就是那个喷雾器的话 去给它浇水的话 其实阳台浇水是非常方便的 对水的吸气量很大的一些植物 我就会放一个托盘 因为我就会怕遗忘掉它 但是尽量你们不要像我这样子 把那个托盘里面的水 给它积在那里 这样的话真的会支撑那个蚊虫的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种一些 可以动起来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养的话 就养了一个热带鱼 平时坐在我的躺椅上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这条鱼在里面 动来动去的 有了一个动物以后 我感觉想起来会更加有活力一点点 搭配的话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骨架的植物 就比如说我这一个角落 我的骨架植物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备组 你们可以色彩地去进行对比 或者明暗地去进行对比 或者大小地进行对比 或者高低地进行对比去搭配 你在组合植物的时候 不要双树尽量是单树 这样的话那种效果会好一点 还有高低的一个错落 坐在这个地方 自己像是一个小丛丛 俯瞰这个阳台的世界 从而产生了很强烈的森林的感觉 但它的阳台已经很漂亮很漂亮了 我也很喜欢它的阳台 就算是一个北向的小阳台 也可以拥有试剧与生态 关注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